HELLO 大家好 我是GINO 空中要跟你們見面了 有沒有生活當中有種小困擾 就是我們買咖啡粉的時候 就會因為湯匙太大 有時候我們沒辦法進去挖 或是說怕湯匙太潮濕 反而污染者的咖啡粉 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讓倒咖啡粉這件事情 更加輕鬆更容易呢 有 就在今天的影片當中 那左邊的呢 就是我們之前已經喝完了咖啡 那我現在買新的一罐 那我用什麼方法 就是比較好去操作倒這個咖啡粉 關鍵呢 就是我們倒咖啡粉的時候呢 我們用這個方法 每一次用醬去倒呢 咖啡粉就不容易受潮 而且不用擔心說 還要去拿湯匙 交互污染裡面原來咖啡粉 那很多民眾都問說 GINO 這個洞口的大小 大概是要多大呢 很簡單 大家只要比出自己的大拇指 只要放上去一個大小 一個指甲寬度 根據測量結果 這樣的開口大小 是最適合倒咖啡粉的速度 跟開口直徑喔 那在擱這個新的咖啡粉之前呢 大家呢 一定要準備這個透明的膠帶 把它貼1 2的口的大小喔 這是因為 原廠的這個鋁箔薄膜 相當的脆弱 一小不小心就容易擱破 所以一定要貼滿1 2 再進行操作 是比較容易的 貼好一半的這個咖啡開口呢 我們把邊邊多餘的膠帶呢 把它用美工刀把它修飾完畢 然後呢 修飾好邊緣的這個膠帶呢 我們記得把我們的大拇指畫一個開口喔 用奇異筆的方式 就可以進行開動囉 好 下次我們泡咖啡的時候呢 我們就準備好湯匙喔 我們就到你所需要的咖啡量 相當的輕鬆喔 倒完之後呢 就把蓋子蓋上 整個瓶子裡面的咖啡粉呢 就不用因為湯匙而受潮 或是交叉污染喔 好 看了剛上的影片了 所以我們就知道了 用剛剛這樣的方法 用這樣倒的話 就是非常方便有個開口喔 那另外呢 俊宜這邊也會有個小的溫馨提醒方式喔 我們有時候會去逛一些美式的大賣場 我想說哇 這麼一大罐的這個咖啡粉喔 好像買起來更便宜喔 沒有錯 如果你是以總容量數來講的話 大豪升大包裝那種美式大賣場 集容咖啡確實是比較划算 可是各位要考慮到一件事情喔 台灣是屬於海島國家 氣溫本身就是比較潮濕喔 所以以我自己生活經驗當中的話 我們咖啡粉通常喝到一半的時候 或是三分之一的時候呢 就會因為台灣太潮濕 咖啡粉不就是結塊或是發霉喔 反而你整罐都要丟掉 反而得不償吃喔 所以哪一樣的容量 是最適合台灣人的消費習慣喔 根據我自己的調查跟研究 其實大家去超市再買的時候呢 就是買咖啡粉 集容咖啡粉是在100公克以內呢 是比較符合台灣人每一天 泡一到兩杯的咖啡粉習慣喔 通常這樣的喝的速度是比較快 而且能夠在咖啡粉受潮結塊之前呢 把整塊咖啡粉全部都喝完 另外小罐的咖啡粉喔 對於我們這種單身在外面生活的 空間如果不是很大的話呢 也是比較好容易收納的喔 最後還有一點是網友分享給我的 如果你買到一個你比較不喜歡的 地雷咖啡粉的話 那也會比較快喝完喔 至少不用喝一年以上 以上呢就是我的影片 歡迎喜歡我的影片按個讚 或是分享你身邊所有的姐姐阿姨們喔 下次與您空中再相見囉 再見 掰掰 至少說是說 fol中間的 一定會不會有的 或者是一張故隱藏 但你說那大家都知道 又不會讓咖啡粉 戴直到咖啡粉 致不喜歡的咖啡粉